欢迎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吉安 马上来带您看到今天的产业动态 日月光头控扩充智慧工厂 今年底拼增至18座 下部宣布于戴姆勒达成 LPE专利授权许可 联合航空台北旧金山直飞航线 11月重启 纳支节奏轻资产入线 展开通路转型计划 来关心台股 昨天台股大涨155点收复月线 占上12700点关卡 不过美国疫情纾困法案暂时喊咖 美股闻讯转跌 法人认为全球经济前景仍存有多项变数 推顾台股短期持续高档盘整 台股今天开盘12667点 台股盘中翻红 接下来请看今天的财经100秒 印度电子核通讯技术部6日宣布 鸿海伪创合硕等台湾iPhone组装厂 还有三星以及印度本地的制造商 获准加入电子制造奖励计划 计划旨在吸引手机大厂 未来5年内进驻印度 投资规模超过10.5兆卢比 约薪台币4.11兆元 用于手机生产并计划每年增加生产诱因 苹果表示将在台北时间14日凌晨一点 举行线上串流发表会 媒体邀请函上写着嗨速度 暗示苹果即将发表5G版的iPhone12 疫情肆虐中国虽然宣称大部分已复工 产能恢复但台湾全国工业总会 最近对157家中国台商的调查 超过8成台商今年营收大幅下滑 更有近8成未来两年不打算继续投资中国 工总预判这些投资可能回流台湾 调查指出受疫情影响 目前产能利用率达70%的台器不到5成 更有近一成台商还在停工 电脑防毒软体MACFI创办人麦克菲 被控2014年到2019年间逃税 并遭到起诉已在西班牙被捕 等待引渡美国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今年受疫情冲击 各国经济活动都大幅减少 但因为台湾的防疫成绩亮眼 受到各国肯定 周三经济部举行年度全球招商论坛 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 今年1到7月外来直接投资呈现正成长 8月也是历年第三高 期待全年能够拼出更好成绩 阶级部长王美花和各国代表握手寒暄 开心拍个合照 因应全球供应链布局重组 阶级部全球招商论坛 在疫情当下正式召开 格外显得难得 今年全球的外人直接投资 与谷大减私城 但台湾今年1到7月FDI 相较去年还正成长10.56% 凸显了台湾可以作为国际上 可以信赖有任性的合作伙伴 这就是台湾的价值 半导体跟ICT资通讯产业的群聚之下 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国际大厂 来跟我们合作 2020年多家半导体材料 设备业者加码台湾 日本三菱化学在苗栗社新厂 原东之记忆体日商凯霞 加码82.2亿投资 法国亚东工业气体投资台中 德国默克扩大高雄入主场布局 离岸风电方面丹麦沃续能源等开发商 今年持续投资607亿 其实是8月单月份 仍然是历来第三高的投资额 那至于全年的部分 我们现在都在努力 努力进行当中 那希望到年底 还是可以看到一些 好的成绩给大家 外上加码台商回流 却也让新台币汇率 六号一度升破 二十九元大关 突破央行防线 已经有出口业者不堪负荷 经济部也首度表态 台币的这样的一个升值 确实对我们一些传产 机器等等 又这个国际的竞争力 又比较紧张一点 了解这个状况 那我们也会来跟央行 来反映这个问题 台湾各部会拼经济 出口动能 外商投资都不能偏废 今年招商论坛展示各线市投资亮点 吸引四百人报名 多国驻台大使 还有欧洲 日本美国商会代表都出席与会 新台电视 这林云堂省委同台湾台北报道 待您看到今天的国际重要财经报纸信息 同博社澳洲政府扩大景气振兴方案 希望促进就业复苏 金融时报 回答在英国打造超级电脑剑桥一号 赤资四千万英镑投入健康照顾 人工智慧研究 华街日报 地址妥师贵宝131亿美元收购药商 Myocardia 日本产经新闻 日韩达共事 8号期重启商务人士往来 工具机的切削工具 运用广泛 包括航钛业 汽车业以及电子业等 随着自动化智慧化的发展 环保意识抬头 如何在生产过程中降低使用切削液 达到不产生烟雾 以及油污排放的问题 已经越来越受到重视 因此干事切削 成为近年工具及专业领域的热门话题 许多工业国家都投入相关研究 台湾也积极开发 现在跟着我们的镜头 带您直击台湾厂商的优势与竞争力 独创的磁服刀具生产线 刀具在SKD61热魔钢上 以每分钟约2545转速进行切削 过程中不使用切削液 这就是近年来提高工具机生产效率中 讨润度最高的干事切削 因为完全不使用切削液 所以干事切削更要求刀具材料 经过特别处理过后 它会深入里面的分子 达到那个金格化的要求 一般最多做到表面处理 独裁的要求而已 许多工业已开发国家 分分投入干事切削研究 根据资料 德国企业在大批量产中 已有10%到15%的加工 采用干切削技术 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 日本也有相关研发 台湾也积极开发 食物道具就是 不会产生高温 你切削过后不会有温度 当然就好像刀子很快 比较不会有毛边毛屑的现象 第二它加工有瘸子会比较高 第三它的RPM跟进刀速度 都可以比较快 至少可以提高50%的效率 将触配物钢圆棒 磨同心道需求尺寸 经由自动化设备 研磨成各式刀具及刀型 再透过3D扫描进行全检测 没问题才能进行镀钛作业 镀好钛的刀具 必须用干净的水清洗 如果有杂质残留将影响后制成 接下来进行烘干上炉 依照不同需求 镀上不同的钛 磁浮刀具 还得再做特殊液钛金属处理 和特殊加工才算完成 我们的材质可以加工到 HRC 65度 一般它加工不了的时候 它加工有一个扰度 它洗出来有一个斜度 所以可能要做第二次加工 第三次加工这样 那我们刀子完全切销 可以一次完成 全球一年的切销加工 全本达1400亿美元 约有10%的产品 必须借由切销加工来完成 刀具在基础里面是扮演竞争力的角色 支付刀具的后制成 这个是不同领域 材料科学要很厉害的 化工要很厉害的 要机械很厉害的 不同领域的结合 深耕台湾超过30年的切销刀具业者 基于对市场的观察 与价格竞争的情况下 投入高端刀具开发 也为全球干事切销加工领域 提供新的选择 但您看到明天10月8号星期四 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美国公布上周首度申请失业救济金人数 逐记总处发布9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劳动部发布无薪假统计大力光法说会 谢谢您收看今天的产业劲爆 我是唐杰安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